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亚凯迪亚市分会与USC 亚凯迪亚医院在本月1号在佛光山寺西莱寺举行了记者会 共同宣布将在11月5号上午8点到11点半 联合举行2023年的人和安康疫诊活动 除了2024四项的验血检查之外 还有今年新增了癌症咨询的项目 主办单位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做健康检查 及早预防与治疗 疫诊活动已持续举办21年 看诊人数逐年增加 去年接待近500名患者 佛光山西莱寺监院医宣法师 USC Arcadia医院院长Akina Mahay等人 在记者会上解释疫诊所有细节及注意事项 他们呼吁有需要的民众把握这次疫诊机会 完全免费 不查任何身份 也不查收入 限18岁以上人士参加 佛光山秉持着以慈善福利社会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个疫诊 能够照顾更多的人 希望大家能够提供很正确的资料 让医生来为我们做更详细的检查 就跟以往一样我们都会有这个抽血的项目 抽血呢 当然是包括我们最常看到的 像你的血球检查啦 你的这个胆固醇 糖尿病 一些重要的这个电解值 肝胆肾等等这些检查 那届时呢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医生们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勾出来 然后由我们相关人员各位这个分别通知 所以呢到时候很重要 你要把自己的这个information 把自己的资料填好填证 因为之前我们有很多被退回来 所以我们是希望有问题 能跟你通知 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寻找 或者这个免费的这个市区医疗机构 来这个咨询其他的问题 人和安康疫症活动 包括听力筛检 眼科检查 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 血压检查 失智精神状态筛检 骨质疏松筛检 癌症咨询等共14项检查 由于每年都有500多位民众排队 无法预约报名 主办单位请民众提早报到 以免项鱼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